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感情纷纷和和 已经是家常便饭 有的明星即使结婚了 也常常出现被离婚的传闻 周旬和高盛院的婚姻 便是其中一例 作为圈中感爱感恨的其女子代表 周公子都每段恋的女子 恋情都是轰轰烈烈 从来都十分坦诚 没有藏着掖着 结婚的时候也是毫不拖泥淡水 速战速决 公益晚婚上便披着婚纱 牵着老公的手走出来 完成了人生大事 高盛院也是全中演员 外貌颜值和周旬非常登对 两人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都非常高调的恩爱世人 不过婚后周旬一直都没有好消息传出 倒是两人感情深变 的传闻却频频建筑媒体 2016年 还有一次高升任和性感女生 在夜店的照片流出 有网友发现 2016年以后周旬的工作室微博中 便再也没有高升任的相关动态了 而上台媒体却不时宜有两人分居 离婚的消息传出 而且还有传闻说 高升任一直在美国和台湾 两地往返 没有时间陪伴在周旬身边 而且两人背景文化不同 在沟通上也有困难之类的 所以造成了两人感情生变 不过后来高升任在访谈中回应 即使相隔一地 也会通过电话和周旬沟通 而且当记者求证双方经纪人时 高升任包经纪人也是态度很坚决 称绝对没有离婚 而周旬发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不过近日在一次访谈中 周旬提到了自己对生孩子的看法 丽婆离婚传言 她说自己很爱孩子 但是还没准备好 这一句话就可见周旬还在婚姻状态中 所以对生孩子的话题也是侃侃而谈 毫不避讳 其实对于生孩子 周旬是等着负责任的态度 想要顺其自然 但是也不想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生孩子 在年轻的时候 她也特别想要孩子 但是意外的错过 但随着年龄增长 对世界了解的越多 反而顾虑也就越多了 非常担心生出来一个对世界没什么好处的孩子 可见此时的周旬想法很多 关于衰老 关于事业 关于孩子 可是却没有谈到对婚姻感情的顾虑 可见她的婚姻和感情 应该还是很稳定的吧 祝福周旬能偶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快乐的生活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